2022年注定是全球资本市场风雨飘摇的一年 所有的资产都在缩水 富人赔得多 穷人套得深 那我们就更应该研究一下 那些顶级的投资大佬才干些什么了 世界上最会赚钱的两个老头呢 最近都没有闲着 92岁的巴菲特在4月30号结束的22年的股东大会上 现场回答了5个半小时的各种提问 依然思路清晰 亚洲这边李嘉诚和儿子李泽凯 携巨资奔赴越南 气势浩浩要买下整个胡志明市的高端地皮 关于巴菲特和李嘉诚的区别 我有一个总结 巴菲特买了股票基本上是不怎么卖的 更像是左侧的投资者 跌多跌少的无所谓 越跌越买 用长时间坚定的持有 规避掉了绝大部分的风险 这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 借鉴意义是不大的 但李嘉诚不一样啊 李超人的每次入局和离场都有清晰的时间点 也就是说都是晾着名牌在打牌了 还能一辈子都赢 那真的是有点东西了 当你查询一只股票的股东增持减持情况时 只能查到上个季度的 所以时间最少是有三个月的延后性 那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但人家李嘉诚每次竞标土地啊 投资物业 基本上都是实施公开的 不怕你跟风 还就怕你不知道一样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讲 分析李嘉诚的一举一动 实际上是和我们生活关系更大一些的 毕竟在华人的财富配置当中 房产占比是非常高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先不了巴菲特 专门研究李嘉诚的最新操作 请新来我频道的观众点点关注 这是一个可以提升大家财商认知 和全球视野的频道 顶级基金经理淡斌被禁言了半年 是因为他公开发表过清仓的言论 那像我们这样的视频博主 如果说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也有可能会被限流 之后就只能推送给粉丝看了 所以我的很多期精华节目 也都只有粉丝才能刷得到 话稍回来啊 李嘉诚的长江实业 在2014年就提前变卖了内地的所有物业 有人嘲笑他没有赶上2016年那波地产的上涨 现在回头看看 是不是比徐老板红斌兄的段位要高出不止那么一点点呢 不赚最后一个铜板是李嘉诚的职业信条 后来大局买入了英国的基础设施 却遇到了英国脱欧这个意外的因素 使得他仅仅赚了80亿就全面撤出了英国 收获大笔现金的他一直在等待时机 直到最近高调出现在越南最大的城市 胡志明市和市长谈投资 那为什么选择越南呢 首先越南的楼市并不是刚刚才上涨 最近十年已经翻了十倍 而且从2020年开始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暴涨 早就不是我们认知里的贫穷落后的地方了 越南真正的崛起 实际上是从2017年正式成为TPP成员国开始的 不了解TPP的小伙伴们可以自行上网搜索 起初是由新加坡等四国发起的 经历了多轮的补充 2016年最终创立了一个由12国组成的双边贸易优惠协定 这里面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 是来买东西的 这越南属于有比较完整产业链的国家 属于卖东西的出口国 所以对于促进越南的经济是一个大大的提振 越南部分出口产业可以享受到零关税 自此越南的GDP开始腾飞 亚洲开发银行ATB预测 2022年越南的经济增长将达到6.5%到7.5%之间 另外2015年的7月1日 越南对原有的住房法案进行了修正 放宽了外国人在越南购房的条件 取消了诸多的限制 当时一些跨国的地产中介为了吸引内地的投资客 更是打出了前十年看上海未来十年看胡志明的口号 但当时也正好和内地的房市通拼 大陆炒房客无暇顾及越南 直到2017年以后 温州炒房团才开始转战到了越南 其实李嘉诚也是在那个时间点开始在越南布局买地的 在胡志明一郡投资开发了及高端购物中心和公寓大楼的地标性项目 R法成 2019年初开盘就卖出了1万美金每平米相当于6万多人民币的天价 其实在我过往的多期节目都强调过 这个世界赚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认知差和时间差 就好比在90年代港商台商开始大量投资内地市场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是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吗 当然不是 因为内地的土地政策在他们那里都发生过了 电影你都看过一遍了 下次再放的时候 你看到故事的开头 当然就知道结尾了 那现在如果从看我的视频开始 你去认真地审视一下越南正在上演的这一切 是不是也会知道结局了呢 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 这次越南之行 选择的合作伙伴也是越南本土地产界的头部企业 万胜发集团 由越南籍华人张美兰创立于1992年 为目前越南最大的民营地产公司之一 江湖地位相当于当年王时的万科 另外一个合作方 日本的欧利士集团 是日本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最大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 可以说能给出到充沛的资金支持 早就在越南开始投资水电 乳品医疗等项目了 三强联手和胡志明市长潘文迈的会面绝对是标志性的 那再给大家科普一下 今时今日越南普通人的房价是多少呢 还是拿胡志明举例啊 这个拥有越南最大港口的城市 可以说是整个越南的经济文化和贸易中心 在2021年 普通人购买的房产价格大约是每平米2600美金 也就是约16000元一瓶 富人区的高端楼盘要卖到3万多元 平均价格比2020年增长了30% 也许还是有人觉得越南不值这个价也太贵了吧 那估计你是没有看过冯小刚2001年的贺岁片 都得跟人家说 没还不要说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枪 倍儿有面子 社区里在建议所贵族学校 教材用哈佛的 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 在建议所美国诊所 24小时后诊就是一个字 贵 看感冒就得花个万八千呢 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 你要是开一日本车呀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 你得卖多少钱 我觉得怎么着 也得两千美金吧 两千美金 那是成本四千美金起 你别嫌贵 还不打折 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 愿意掏两千美金买房的业主 根本不在乎再多掏两千 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 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 都买最贵的 不买最好的 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 不就最好 但就最贵 现在看呢 什么两千美金四千美金 当时能写出那个剧本已经是精神病院里面最夸张的形容了 电影院里人们都觉得扯的没边了 北京最高端的花园洋房只要四千美金 是不是白菜价呢 那到底是什么可以支撑起越南房价的不断上涨呢 还是那句话 抄中国的作业就可以了啊 大家都知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投资出口和消费 越南今年的投资项目呢 有一个350万亿越南盾的经济支持计划 其中有近114万亿越南盾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 和我们经历过的都一样 基建配套的升级是用来服务楼盘的 基建投入的钱将来肯定会反馈到房价上 加上目前越南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0% 对应中国大概是2000年的水平 此后的20年 中国的房地产是什么样子 不用我多说了吧 第二个讲讲出口 越南和我们一样 经济大发展也是从出口开始的 这两年为了能够在全球的供应类里多拿些订单 越南的防疫办法也是频出其招 他们的工厂如果发现有人感染 那就在厂区内自行隔离 可这个封闭绝对是你想不到的啊 举个例子 根据越南的公开报道 厂区的感染率为80% 假如一个工厂有100名员工 80个小洋人 工厂会让那健康的20个人回家休息 隔离那20个人 对你没有听错 没病的就暂时放假了 给最低的生活物贴 小洋人们则继续在车间里奋战 在家休息的员工呢 如果觉得钱太少了 可以选择回去上班 所以后来几乎全厂的人都回来了 出口订单一点都没有耽误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奇招怎么样呢 我估计有朋友看过前几天的一篇文章 说越南今年一季度的出口额超过了深圳 需要警惕 在这里呢 特伦哥给大家看这张外贸出口的数据图 其实越南的出口量 早在2019年初就开始领先深圳了 并逐渐拉开差距 而不是从今年才第一次超越 以2021年为例 深圳出口1.92万亿元 增长了13.5% 出口规模可以说连续29年 冠绝全国 但是与越南去年的出口额2.2万亿相比呢 仍然落后了约2800亿元 可以说越南的出口总额已经大大超过深圳了 而有不少的财经学者预测 越南在两年之内 出口总额会超过整个的广东省 那越南都出口了个啥呢 喜欢买国际品牌衣服的朋友们估计早就发现了 标签上不只有Made in China 现在越来越多的衣服上贴着Made in Vietnam 你要是不信去耐克 游衣库 Zara的店里逛逛就知道了 目前越南已经悄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的服装出口国了 那可能又有朋友会说衣服太低端了 都是咱们玩剩下不好的产业 那电子业呢 像富士康那样给苹果的代工厂越南有吗 告诉大家不仅有而且还有很多 比如世界上出口量比iPhone还要大的三星手机 有一半都是在越南生产的 另一半是在印度和韩国本土 不仅仅是手机啊 三星还在胡志明市开了生产三星电视的工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消息 富士康的老板郭太明宣布 今年将在100亿的基础上又追加了18亿投资在越南建厂 不久就会建成 到时候肯定会分一部分的苹果产能到越南 希望不是三星从惠州那样的全面撤离吧 另外英特尔 LG等巨头都布局了越南 就连咱们A股的上市公司也都跑去越南开厂了 比如力逊精密 戈尔股份 喜临门床垫等等 长虹和美林虽然没有去越南 但是也在他的邻国印尼开设了生产冰箱和空调的工厂 这么多的工厂搬去东南亚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人工成本更低 目前仅仅需要1500元就能雇佣到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了 那有人会问 我们中西部地区也有大量的低价的土地厂房 也有相对于沿海城市便宜很多的人力资源 那这些企业为什么要舍尽求远去越南呢 根本的原因还是内陆的运输成本要比海运高太多了 不然为什么至今还有85%的国际贸易 依然走的是最古老的海运呢 即使疫情期间船运的价格涨了好几倍也还是划算的 2011年得到温州市大力支持的前江投资管理公司 在越南建成了东江工业园 也是商务部和正江省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项目 园区就在距离胡志明市区40分钟车程的地方 未来会迎接更多的企业前往越南 更适合留在中国的 是像特斯拉那样的高智能无人超级工厂 把劳动密集型高污染的行业转出去 是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 这条路呢 日本已经走过了 现在可能该轮到我们了 但是转型是需要耐心的 是需要阵痛的 如果你只想享受时代的红利 而想规避掉阵痛期 有办法吗 难不成去参与到越南的建设吗 享受越南发展的红利吗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越南经济虽然发展迅速 但还处于野蛮生长的阶段 各种法律法规都不健全 咱们国人去到那边人生地不熟 很难保证不吃亏 由于产权的限制 外国人如果想买二手房 只能向外国人买 如果想卖二手房 可以卖给当地人和外国人 而且外国人的贷款利率要比本地人高很多 所以如果去越南直接投资商品房 成本就会比本地人高不少 而且由于越南本国人对土地拥有永久的产权 因此多半的本地人即使买房也是先买地 再建个别墅来自住 由于越南的自建房不限高 所以有很多人只需要购买一小块的土地 就能盖起了好几层又高又窄的房子 但是法律规定 外国人不仅不能买地皮 而且公寓也不能享受本地人的永久产权 只能有50年的产权 再加一次50年的续签机会 但性价比就太低了 还不如我住的温哥华地区 买的99年产权的原住民自留地呢 还没有海外买家的限制 风景如画 常年排在世界最宜居城市的前五名 那可是世界的一线城市啊 而且如果你想买地皮 或者永久产权的房子 也仅仅需要办一张绿卡就行 三口之家 一共也就是一辆德国车的价钱 前后两年就办完了 现在我频道的观众可能还不知道 我每年都会帮助100多个家庭圆蒙加拿大 而且以我的认知和圈层 能够让客户迅速地融入 少走很多的弯路 在异国他乡做到财富的保值增值 缩短财富自由的时间 比如无论经济好坏 我的客户都能拥有年化15%的稳定固收 这在我过去的节目里都讲过了 这就是我公司在行业内的特殊之处 也是免费的服务之一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 要知道从2021年开始 不仅越南的房价有了一波拉升 基本上欧美国家都一样 从2020年疫情开始 我就提醒客人 以后买房换房要转变思路了 不要选择华人区的房子 涨幅绝对跑输市场 华人区的房子只是抗跌 而不能爆发 果不其然 印度区涨幅第一 白人社区第二 温哥华没有成规模的越南区 但我以前生活过的澳大利亚 有很大规模的越南区 这两年的涨幅也是惊人的 我之所以敢做出这个判断 是因为对于经济发展 规律的总结和敏感 2008年的金融海啸 哪里的房子最抗跌呢 当然是华人区了 因为我们的祖国 并没有受到多少的冲击啊 2016年 美加澳新的楼市暴涨 也是因为是中国先有一轮的上涨 带动传导到了世界各地去买买买 但是这两年不一样了 以前两边飞的华人选择留在国内的多了 飞不动了 熔断了 另外 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收入 本来就依赖国内的多一些 加拿大本地收入少一些 那这两年生意好不好做 大家心里都懂 所以华人的钱是不宽裕的 但是当地的白人呢 工资虽然没怎么变 但是银行一下子放宽了贷款政策和额度 本来只够批50万贷款的人 一下子批下了100多万 同时利息也降到了冰点 按揭才1点多 那就等于无成本的白用银行30年前啊 未来加息他们也不怕 月供都锁定了 加息只增加还款的年限 等于又多用了银行10年 所以那些曾经在楼市里 被华人教育了N多年的当地西人 一下子就成了楼市的主力军 基本上都无脑买 顶格贷款 印度国内的防疫措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差 搞得一塌糊涂 印度的富人不想困死在印度 能走的都走了 眼见这几年机场飞来的印度人越来越多 这就造成了印度区也在暴涨 那看了我的这期节目 海外的华人朋友们应该有些启发 未来哪里会造就更多的富人 哪里的房子就会更坚挺 越南区东南亚区都不容小觑了 所以读懂这些 就明白为什么李嘉诚要专门做高端楼盘 卖给越南富人房子了 因为造富时代才刚刚开始 这期节目呢 希望帮到大家历清楚 未来的钱在哪里 不作为任何的投资建议 其实世界上的财富都是一个相对的定量 这边多了 那边就会少了 所谓的钱生钱 不是像鸡下蛋那么简单的生出来的 是别人少赚点 自己才能多赚点 世界大局来看呢 就是哪个地区发展的好了 就会引起红析效应 把别的地方的钱吸过去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觉得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 要想把握全球最新的商业动态 请持续关注和订阅特伦哥的频道 如果您有不同的观点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您的点赞和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定期更新 提升您的认知 丰富您的谈资 我们下期再见